大家我是海叔 一场秋一场行 现在秋天来了 冬天就不远了 海叔穿上这长袖 那么今天海叔继合大家聊 印度人移民海外的故事 这个印度人移民 我们只是现代二战以后的移民 事实上的话 在二战以前主要是跟他大英帝国 对吧 移民 那么二战以后 其实印度人没怎么移民 一直等到什么 一直等到我觉得是2000年以后 准确说是2010年以后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的话 印度国内也出现了资本膨胀 对吧 不管是房价还是地价 都出现了飙升 这样的话就使得普通的印度家庭 有能力送孩子出国去留学了 那么他们出国的第一战的话 是新西兰 是新西兰 时间点是2013年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 新西兰政府放开了什么 放开了对印度学生过来留学的 这个限制 首先的话 就是解除了雅思的要求 就你只要在印度读完一个高中 你就可以免雅思来留学了 视同已经通过了雅思6.0 然后的话签证批的这一块 那么原因在哪呢 原因就在于之前的三年 对吧 也就是10年 11年 12年 这三年 先前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人口外流 同时呢 又碰上了2012年基础上大地震 所以急需要找到一个外部的力量 来帮助去恢复经济 所以就瞄上了这个留学 那么正好呢 也赶上了这个印度人的有了能力 有了资源 可以送孩子出去留学 当时呢 在印度出现很多博主 专门讲这个留学的方式 移民的博主 所以那一波移民的话呢 主要是20岁到30岁这个年龄 那么他们出来的目的呢 也不是为了提高自己所谓的这个 知识啊 或者说这个学历啊 目的很简单 就通过留学的方式移民 当时的移民呢 是非常简单粗暴的 就是说你 你想移民的对吧 你就到一个当地中介那里 印度中介那里啊 人家签个担保协议 人家帮你把学校选好 对吧 帮你把签证办好 然后帮你送出来 那么你能不能自己挑学校呢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是跟人家借钱的 所以呢 这些学生呢 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讨价还价能力的 同样的这个学费呢 也是人家说短就是多少啊 所以出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当时 你在新西兰 你读一些这个私立学校 那么中国学院区一般会打折 你知道吧 那么印度学院区 一般都是全价 一般都是全价啊 原因就在于 他们的钱是借来的啊 那么 这个印度中介人呢 多少反例呢 就从这个学校里面 但我说私立的不是公立的啊 能拉到最高可能50% 甚至以上的这个学费作为反例啊 这是很大一笔金融 所以呢 有很多印度中介在那一年 真的发大财发大财啊 比如我就碰到一个印度中介 他据说是送了 在两年内送了一千个学生 送了一千个学生啊 那个时候的话呢 也谈了什么教育质量了啊 所以很多华人的这个办的学校都在这个131415年实现了快速的膨胀快速的膨胀 因为在那之前的话呢 很少印度人在新西兰办学校 你知道吧 大部分都是华人办学校 因为之前学生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嘛 然后在13年开始突然出现逆转啊 但是中介的话呢 得是印度人 那么直到今天 可以说如果你搭上一个印度中介 我说是在加拿大 那么你又有学校的牌照 能够毕业后能拉到这个工作签证 那基本上你是不用担心这个声援的 不用担心声援的 但是早期啊 现在呢 还是规范了很多 在印度本国也规范了很多 那么很多印度学生落地之后 到了这个新西兰对吧 他要保留多少钱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当地一个洋人办的 最大规模的私立学校的 这个招生的老师跟我讲的 他兜里20块钱 20牛币 落地之后 根本就不去找这个什么住的地方 homestate在哪里 不问 就问一句话 哪里可以打工 哪里可以打工 因为他得还钱 他是用家里的田地做抵押的 对吧 他不可能把这个田给卖了 印度人的乡土关联很重 所以这资产他们是不会卖的 所以赶紧的打工挣钱 那么住哪呢 也没什么homestate 就是住这个集体宿舍 由印度中介帮他们弄好的 集体宿舍 一个房间可能住个好几个人 那么工资收入的话呢 基本都是超市工作 都是这种 所谓现金工 那么这是这个印度人出国留学的第一波 第一站就是到新西兰 那么这个持续多长时间呢 持续大概到0到16年 13到16大概4年时间 这4年时间真的就改变了很多东西 你知道吗 尤其是新西兰的种植业 准确说是果园的这个采摘 采摘 以前的话呢 在新西兰 他通过whv 就是旅游度假 公签 对吧 这样一个签证 你可以过来呢 就是在一个地方连续工作 以前是不超过三个月 后来改变 不能连续超过六个月 就让你边走边玩 边工作 你知道吧 这样呢 可以把旅费赚回来 同时就去做一些这种 季节性的工作 主要摘果子嘛 那么现在呢 在新西兰 起码在北岛 这个摘果子的工作 基本上是被这个 印度人给垄断了 为什么 他们太卷 摘的速度太快 质量又好 你知道吧 那么像来自中国的 来自于欧洲的whv 跟他们一起在一个 在一个果园的话 基本上没几天就会被挤出去 没几天就会组出去 他们也不愿意 跟你们组成一个队 然后呢 这个行业的中介 就是说 介绍去果园工作中介 现在全面的印度人了 全面的印度人 当时呢 真的很离谱 你知道吧 在这个新西兰 北岛 有很多学校 甚至一些公立学校 他这个上课在奥克兰 但学员住在哪 住在丰富湾 为什么 丰富湾打工的机会多 然后每个周末开着大巴 把学员从丰富湾弄到这个 弄到这个奥克兰来上两天课 然后就拉回去 拉回去继续干活 那么呢 会见那些奇奇怪怪的 这种上课时间 比如说 一个礼拜 对吧 所有课都安排在晚上 白天一节都没有 后时候呢 这个全安排在这个上午 下午和晚上就空了 其实目的就方便 印度人去打工 打工挣了钱 挣了生活费 然后呢 这个还这个留学贷款 这个是不是听到就很像 当年在中国福建发生过的 我们称之为叫什么 这个这个舌头干的事啊 只不过呢 他是以学签的方式 这个泡了一层规范的面纱 很明显这种做法呢 肯定不能持续太久 所以到了2016年的 新鲜政府一看 经济恢复的差不多了 就开始打击这种做法 打击这种做法 当然气的呢 就是印度有个很 很大的一个博主啊 就是这个关于留学的博主 就就就在视频中间 就拍桌子 说我们要不再去新西兰了 我们要去什么 我们要去加拿大 所以加拿大的这个 印度学生留学潮 基本上也就是从16年开始 那么新西兰政府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呢 收紧学签 收紧学签 学签通过率急剧下降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严厉打击这些私立学校 严厉打击这些私立学校 在13到16年期间 这些有很多违规行为的私校 对吧 你去举报 没用的你知道吧 政府不管 到了2016年 这些真经的举报 全部拿出来 全部拿出来 一个一个的兑现 那么有些学校的话呢 这个 也有学生投诉的 对吧 之前也不管 现在全部拿过来了 所以呢 当时从16年开始 等于说17年吧 就大量学校 有的直接关门 有的是先上法庭 然后败诉 那么这一个严厉整整 结果是什么呢 就导致很多公立的理工学院 因为理工学院 华人一般是不会去读的 你知道他学位比较的低嘛 一般大专 但是其实都是有本国的 但知名度太低 就是说 学术排名榜上的排名 都排到不知道哪去了 因为印度学生大量的消失 直接就陷入困境 这也是为什么 新西兰在17年之后 要把这个 18所还是多少所 这个分散在全国各地的 这个Polytechnics 就是高职院校 全部要整合成一家的原因 就是这印度学生 直接就消失了 虽然当时有很多这种公立 Polytechnics 公立就是说职业学院的 这个或者理工学院吧 他们的校区 其实就是印度人 印度老板承包的 印度老板承包的 那么这是关于印度的 这个留学潮 就在16年结束了 那么在以留学的方式 选择这个移民 这个海外的印度中间 我们又发现 庞泽普邦的人特别多 庞泽普邦的人特别多 那么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 就是因为他那里有田地 那是庞泽普邦 是整个印度 最适合于农工的 就发展农业的一个帮 那么地价长得很猛 这样的话呢 他们有足够的 这个经济的来源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当地啊 有点像中国福建 他们有这个出国的传统 就是说移民海外传统 而且呢 基本上每家每户呢 都会有亲戚在海外 因为那个地方呢 是西克教的这个大本营 而西克教呢 他呢当年是以这个 军事贵族的这个名声 对吧 在大印帝国出名的 就是说英国人当年呢 选择了很多这个西克人 让他们作为警察 派出到各个地方的殖民地 那么在加拿大也有 在加拿大也有 在香港也有 那么这些西克人呢 在当地定居以后 他们有个传统 就是说一定会回家买块地 买这个地之后呢 他也不会自己经营管理 他就会交给自己亲戚 在那里经营管理 所以关系很融洽 然后呢因为有田地 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回去 你知道吧 然后呢 当地人结婚 一定要请一个海外的亲戚来参加 这样才有面子 才有面子 这样一来的话 就形成了在庞子普邦这种文化 就家家户都觉得 自己得把孩子送出去 不送出去的话 那就对不住人了 这个其实跟福建浙江的几个桥乡很像 就是说你哪怕全家都出去了 但我占了钱之后 一定要回家修个老宅子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啊 那么这里面呢还绕过一个事 就是以前的这个印度政府呢 对于这个粮食是有个保护价的啊 也就是你买了块田 对吧 那每年的这个产出 它的收益也是确定的 因为政府这个兜底呢 后来几年前呢 印度政府呢就决定废除这个政策 结果呢 农民不干了 农民不干了 就到中央政府那里去游行示威 而且是长期游行示威 那么印度政府就很困惑 他们哪来的收入呢 对吧 后来一查 哦原来是海外的西克人这个 用汇款的方式 支持了这个当地农民的这个抗争 因为那田是他们的 你知道吧 农民只是帮他们种 都是亲戚朋友嘛 所以他们出了很多钱 支持这个抗疫运动 最后呢 印度政府就认栽了啊 又恢复了这个保护价 收购粮食这个政策啊 所以呢 我们在说这个印度人 大量的流向这些海外发达国家 其实呢其中绝大部分 又是来自于庞泽普邦的 有绝大部分的是西克教人 那么如果不是西克教人 如果不是来自于庞泽普邦的 那么这样的印度人呢 一般都是家里收入比较高的 送孩子出来呢 一般都去读大学 而不是去读这个理工学院 不会去读这个职业技术学院 你知道吧 那么在加拿大呢 尤其疫情之后 因为这个来的学生太多了 导致这个分数啊 就是说这个移民的分数 不断的攀升 那么你再读一个这种 职业技术学校 对吧 读两年 拿一个大赚文凭 你可以获得工作签证 但是你要申请PI 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所以在印度人 他们这个完成学业之后 对吧 当他们要办移民的时候 也发现分数太高 所以呢 他们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要有个雇主 那合格雇主 第二个呢 他们要找中介 通过中介来找这样雇主 但是和华人不一样的地方 在哪呢 就是说 印度人 尤其是来自于庞泽普邦的印度人 他们真的是 能卷 能干活 尤其在读书期间 就大量的工作 来还债嘛 来养活自己 所以呢 他们找的雇主 都是真实雇主 都是能干活的 但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雇主剥削的问题 雇主剥削的问题 像呢 这个雇主剥削呢 在新西兰呢 出来很多这种 媒体报道过的丑闻 那么在加拿大的话呢 也有这个雇主 对吧 在真实工作的过程中 剥削这个海外劳工的这个新闻 只不过呢 就印度学生这块呢 听的比较少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大部分是 他在open 工签过来的 那如果open 工签对吧 三年用完了 他还是就没有办法 达到移民标准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他一样的 会要找到印度中介啊 印度中介同样 跟华人中介一样 提供这种服务啊 这个时候你办 就雇主担保工签了啊 那么事实上的话呢 这个海处去年开车 温哥华一直开到了 北北克城 就基本上跨越了 来那巴士加拿大吧 那么一路上 我在两个地方没有见到印度人 就是说在快船店啊 Tim Houghton啊 没有见到印度人 那么一个地方呢 是在这个魁北克省 魁北克省讲法语 那么印度移民没有任何优势 那么第二个城市呢 是在这个安省西部的 叫做圣苏玛利 圣苏玛利市 后来我一问 果然当地没有学校 没有学校 那印度学生就没有办法 在那里 对吧 落脚 所以呢 那个城市 也是没有印度 没有看到印度的这个员工的啊 那么沙尔省呢 在最近呢 闹了一个新闻 就是在一个省提名的 一个技术移民内别中间 对吧 它限制了是八个国家 只有八个国家人才能够 有机会获得这个提名 然后虽然是八个国家呢 但七个是打酱油的 七个是打酱油的 因为百分之八十的 这个获得这个名额的 对吧 都是印度人 都是印度人 那么这个的话呢 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印度移民有个特点 就是说他真的能够待得住 你知道吧 不管多偏 多偏 那到了那之后 拉了身份 他真的能待得住 待得住原因的很简单 就是他需要钱 他需要钱 所以呢 他的工作都是真实的 而且呢 只要是那个城市 对吧 他的这个社会秩序 和卫生程度 比他家乡要强 他就能待得住 他就能待得住 因为你看一看 就是印度的这个 很多片子 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 现在印度人 就算算富了 但是很多人 对吧 他们所在的这个乡村也好 城镇也好 他的社会秩序的感觉 和他的卫生程度 是远远比不过发达国家的 事实上呢 也远比不过中国啊 这就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移民 对吧 现在其实呢 这个对于 年轻人来讲 大学生来讲 他真的没有太大动力 想留在当地 你知道吧 很多人在加拿大读完书之后 都没有想过来当地工作 都想着回国啊 那么现在很多中年人移民呢 他们考虑的呢 就已经不是所谓发达水平的啊 而更多的呢 可能有一些这个职业上的原因啊 有一些这个孩子教育的问题啊 还有一些资产上的考虑啊 那么总体来讲的话呢 如果不是特别富裕的话呢 对于普通的中产家庭 中国中产家庭来讲 现在移民到加拿大 已经没有怎么样 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这也是为什么地方小一点偏一点 其实对华人来讲 是根本留不住他们的 现在呢 也就是说 萨尔省政府第一个站了出来啊 承认现实 承认现实 不搞政治正确 我承认我留不住你们 所以你们也别来凑这个热闹了 这个呢 就是海苏呢 对这个印度移民 对吧 尤其是庞泽普邦的这个印度移民 他们这个移民海外 最近十年 十五年 或者二十年的移民海外的 所了解的一些故事啊 一些知识啊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我的微信号呢 TUESTAR 里99 也欢迎大家加海苏微信 一起交流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记得啊 关注海苏频道 点个赞 留个言 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好 谢谢大家